孙彭迪因独生子孙安佐今年3月在美国因恐怖威胁被捕,遭关200多天的孙安佐,10月30日传出判决提早出炉,将于11月19日宣判,且有可能在当天被递界出境回台 对此媒体报道,律师侯庆辰推估迪因最后还是得花钱消灾,罚金应该落在10万美金之上,100万美金以下,约69万到695万人民币 孙安佐案仍旧还是在国外紧张地进行着,从他持枪涉事之后离现在已经是入狱了220天 而这一路走来,对于母亲迪因来讲无疑是最惨痛的教训 从台湾媒体传来的最新消息,孙安佐案在出新情况,母亲迪因真的要哭了,回台湾下场更可怕 孙安佐还是有希望回到台湾的,不过从6月份开始,美国警方已经放慢了对此案的审理 原因就是因为在原来的持枪基础上,孙安佐的电脑系统里面又被查出有下一步的涉事计划,关系到学校安全 也因为美国警方在他原有的罪行上在加罪 从美国方面传来的消息就是在本月的11月19日将再一次对孙安佐事件进行审理 如果案情推进正常的话,那孙安佐是有希望在半个月后回到台湾自己的家中 不过从台湾知名律师的口中得知,事情还远远没有结束 哪怕是美国方面放行,台湾方面也会对孙安佐进行追查 简单一点来讲孙安佐回台之后将被列入失信危险人名单里面 因为非法持枪仪式在台湾也是同样成立的,而且是要比恐吓更加的严重 要知道早前吴宗的儿子因为发布了不良言论就受到了制裁 他目前仍旧还是处于候审的阶段 同比之下,孙安佐回台也仍旧是没有好日子过 回台湾就会成为被管辖的人口 这是台湾律师正式对母亲迪英发出的第一条资讯 有网友声称迪英这一次是真的要哭了 本以为儿子孙安佐回台就可以摆脱一切 其实事情才算是刚刚开始 而且最重要的是儿子在美国监狱里待了220天 现在已经是处于被报废的情况之下 孙安佐哪怕是到了台湾可以明确的就是还是要受到管辖与指控 并且是将有一系列的罪名等着他 至于母亲迪英到达底该如何应对 相信这一切也只有他们自己家人一起来出面承担了 这是一系列的罪名 还有一个网友的网友 我看着他的网友 我看着你 这边的网友 这边的网友